老闆娘怎么感染的还在调查 麻烦的是有不少客人去他店里消费 没扫实联制 导致匡列出状况 已经请警察帮忙调监视器 和脸书po文补破网 苗栗新增两例确诊 一位是扮上酒店老板娘 另外一位是25岁的军人 卫生局疫调他曾和张化确诊 军人搭同一班专车 后来发烧去医院裁剪后确诊 而张化也有军营群聚 一名20多岁的阿兵哥跟同袍聚餐 同袍确诊他被匡列 4月5号裁剪CT值36.02送医治疗 没想到隔天发烧流冰水症状变明显 4月7号裁剪CT值变18 尘染力变强 台中新增四例都是居家隔离 因转阳两例婚宴传播练 一例逢甲大学19岁女学生 另一例是花莲慈激医院传播练 40多岁的男性 曾带太太和两个小孩去花莲玩 一家四口都确诊 疫情升温台中市宣布高中值 以下学校即日起暂停户外教学 毕业旅行 教育局统计可能影响50间学校 云林的疫情则是新增两例病例 一名是云科大的夜间部男学生 回到新北老家后确诊 另一名是私立高中的男学生 朋友先确诊被通知居家隔离之后 裁剪阳性 相关的接触人员都被匡列裁剪 尽全力防堵 避免疫情扩散 华市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